在位于新疆维吾尔斯之区的图鲁番盆地 有一座世界文明的山脉赤石山 烈日照耀下的赤褐色山体闪闪发亮 犹如大火烈焰 腾腾燃烧 这里是中国最炎热的地区之一 夏季气温高达47摄氏度 而山顶气温可以达到80摄氏度 连鸟儿都不敢靠近半分 而这一切都源于山脉下的地下煤火 地下煤火是指煤层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 形成的煤田火和矿井火 广泛分布于美洲 亚洲 非洲等地 地下煤火是世界上最显为人知的环境灾难之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消费国 煤炭自然深受其害 更严重的是每年要浪费大量煤炭资源 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中国煤火问题 定为世界五大环境灾难之一 并估算出中国地下煤火的燃烧炭排放量 占全球碳排放的百分之三 我们先不说这一数据的准确性 其实世界各国都正在遭受地下煤火侵害 电影《寂静岭》的原型就位于美国森特勒利亚地区 这里是地球上因灾难而产生的十大鬼城之一 曾经森特勒利亚居住着3000名常住人口 1962年因地下煤火引发矿井火灾 导致大多数建筑被摧毁 如今这里只剩下五户居民 而据美国专家测算 这里的地下煤火还要再燃烧250年 此外整个美国约有16个州 260个井口在燃烧 由于无法控制地下火势 居民只好抛弃家园远走他乡 此外还有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地狱之门 这里有一处已经燃烧了40余年的火坑 而且从未熄灭过 1974年前 苏联地质学家在该地区勘探天然气资源时 地表居然有一处100公尺的大洞 为了不让丰富的天然气泄漏 地质学家决定点燃这些漏出来的气体 于是这里便成为全球第一个 地下煤火的明火燃烧地 随着世界各国的地下煤火燃烧越来越多 也开始让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 地下煤火究竟何时才能得到有效处理 就在世界各国头疼不已的时候 中国传来了好消息 美国曾对我国新疆的一处地下煤火进行过卫星监测 见证了煤火变迁的过程 并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 上世纪80年代起 中国的地下煤火灭火工作就被提上一程 并于1992年颁发了世界第一部煤田火灾灭火规范 经过多年努力后终于取得了成效 2016年11月7日 分布市煤田获取热能提取技术 在新疆大泉湖火区发电成功 该技术是由中国矿业大学周福堡教授带领的团队 经历多年研发 通过提取地下煤火热量 利用热电材料的热电效应 将热能直接转换为清洁的电能 不仅有效降低火区温度 还降低了火区治理成本 实现了地下煤火的回收利用 经过该技术处理后 平常暴躁的地下煤火 开始慢慢稳定下来 传统的煤火治理极易造成生态破坏 而且还浪费水资源 降温效果有限 火区难以彻底的熄灭 而我国研发的地下火热能转换 将煤火防治与热能发电协同考虑 实现了从制到用的根本性转变 煤炭开发上来也是为了燃烧发电 何不直接将地下煤火进行发电呢 目前我国分布式煤田获取热能提取技术 已经完成了第四代研发 煤火区的单孔最高发电功率达到2105瓦 每年产生的电能价值上千万元 如果该技术以后推广到全世界的地下煤火区 将彻底改善困扰世界各国几百年的难题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对地下煤火快速有效地进行处理 无论是从地下煤火利用还是环境保护方面 世界各国都异常团结 中国也没有设置任何技术封锁 目前地下防火防治技术利用项目 已经列入国家111计划 并汇集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相关领域技术专家 现在依然在不断接收新的其他国家专家学者 希望通过国际合作 将地下煤火防治技术提升一个新台阶 或许我们无法理解地下煤火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在印度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内 有一处已经燃烧了99年的地下煤火 每年有大量居民因呼吸疾病和皮肤疾病死亡 硫、碳等在内的有毒气体 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当地居民和孩子每天要在炎热的地表上凿出煤块并出手谋生 而据研究显示 这座地下煤火将持续燃烧3800年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消灭地下燃烧的煤层 还给大自然以及人类一个美好的家园